日月潭分队全新的办公庭设前 一大早就喜气昂扬 热闹滚滚 县长林明珍 先议员王秋淑 谢明某共同出席 前来庆祝日月潭分队听设 全新落成启用 所以经过我们林机长的积极地向县长来征集 我们分为四个年度来筹经费来兴建 这个总经费是五千多万 总面积是四百七十几平 可以说这个新的办公厅 我们这个设备各方面都非常的齐全 让我们消防打火兄弟在这里上班 救费 轮值 我相信是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县长林明珍会同当地民意代表地方自身共同剪彩 并为日月潭分队全新的门面来接牌齐用 其中也值得庆祝的是 县府同时采购了全新的消防云梯车 来加入救灾行列 我们增添了一部云梯车 在这一团很多大饭店都超过八九成以上 但是每遇到 当然遇到的状况不多 也希望说以后不要有这种状况的发生 但是曾经有过 当九成楼发生火警的时候 我们从浦里掉云梯车上来 确实缓不济急 原水救不了进火 所以利害了我们这些益销同仁 今天能够有云梯车进驻 对我们地方来讲 对消防工作来讲 是一大的这个福音 新运营王秋淑香刚 感谢许多单位的协助 相信有了新的听色 能够让消防弟兄 有更加宽广的空间可以运用 今天是我们的油丸团 我们的消防堂来落成的好日子 这些房子的经育 都会花五千多万 让我们一个好 一个数字的白狗大楼 让我们的消防堂的忧援 才能够来 刚才好的白狗信 白狗听 以及来做到很好的消防 在这里也希望大家可以 用火药安全 今天也很感谢 还有我们的政府的这个配合 让我们资助五千多万的建议 108年开始新建的 日月潭消防分队办公厅厕 经历两年多的宫崎 总经费花了五千多万 终于完工启用 除了提供消防队员舒适的背勤空间 也更加提升了消防救灾车辆 以及装备器材的停放空间 记者邱平易于此采访报导